因為我自己本身 本來就希望自己 就是比較自然的人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 沒有話說 你在撿嗎 人生就是為了一個狀態 每到一個時間 你就會有一個狀態 所以我現在的狀態 就是這個樣子 我也是 我是七年都是剛剛那個狀態 我工作不是為了要生活嗎 如果我因為要工作 而限制我的生活 那我幹嘛工作呢 而且你變態分數還是那麼多 對啊 你這樣很一樣 我們太快樂 我們在做我們的花購物的美貌 對 就一直沒有太在意這件事情 然後直到後來我女兒 就是他有一次 就是我們後來 女兒跟兒子慢慢長大了 然後他們就看到很多 外面的偶像團體 韓國 韓團 他真的很瘦 對 他就看著我 就看著那些都很帥這樣 看完都很帥 然後開始有迷戀的感覺 然後就看著爸爸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歌名 為什麼要喜歡你 好可愛 他說因為 你很沒有職業道德 你看他們每個都瘦成那樣子 然後你要看一眼 因為你的懂事了 然後你居然讓你自己的身材是這樣 你覺得觀眾會想買票看你的肥肉嗎 對 那講得也滿中心的 他在一講我就覺得說 對 我本來是太自我了 我都以我自己為出發點 真的 我想要這樣 可是他想說 可是觀眾想要買票看你的肥肉 他想要看到是 那個時候他覺得比較好的王仁甫 他不要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想要想說 有道理 為了觀眾 那我要負責任 那我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對 我女兒這樣講 我就清醒了 那我應該要來努力減肥 然後一直到我們演唱會 本來是在去年的6月份要舉辦 然後我大概差不多4月份左右 開始 我想說兩個月 我就開始減肥 我就開始努力 回家也是跑步 但是我想說 就是多運動一點點就好了 誰知道呢 到了我準備要演唱會的前一個月 我只瘦了大概1 2公斤了 對啊 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我飲食沒有改變 真的 多運動 真的要飲食改變 我一直喜歡就沒有改變 我想說完蛋 糟糕 不是這樣喔 真的 飲食比較重要 但是我多了運動 這樣還瘦不下來 我覺得運動很麻煩 我覺得飲食其實沒有 別記吧 對 不是 因為我以前是餓一天 就可以隔天好瘦 拍寫證的時候 現在沒辦法 你20天都沒有辦法 真的 我以前真的不誇張 我以前都跟人家講說 我一個月可以瘦6公斤 那是沒問題的 後來我發現 一年要瘦6公斤都很難 都很難 真的 一年不要胖都不容易 對 就會持續胖上去 然後後來我就快到 演唱會的前一個月 那時候我心想說 我糟糕 完蛋 我怎麼只瘦1 2公斤 那這樣子 觀眾看到的 還是那個不道德的我啊 這個時候 因為疫情的關係 演唱會往後演 哇 真不公 演唱會就往後演 命運的安排 要演兩個月 那時候我就痛定思痛 我想說 我到底該怎麼辦 對 那天早上 我起床 拿著手機開始在滑 我看到一個影片 漫威英雄們 他們是怎麼樣在短時間 練出他們的肌肉跟身材 他有一個影片 他滑到這影片 對 我就滑到 然後就看到想說 原來要大量的運動之外 還配上飲食 然後我是一起床 我就開始運動了 我就會去跑步 然後我有時候跑步之外 我還爬山 早上跑步 然後下午會去游泳 晚上在房間裡面的話 可能跳跳繩 或是看電視 然後做塔巴塔 然後那一陣子 我就很認真地做 後來就發現 這樣瘦還滿快的 慢慢地在後面的 大概三個月的時間之內 我就瘦下來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看看照片 好可憐 六塊錢 這次是不是有塊錢 沒有 我這個 這個跟他們比起來算一點點 可是跟自己比就好了 可是跟我 我這個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時候 大概一年前 這個時候82 然後這個是大概半年前 半年前這個時候 大概75 76那個時候 跟我差不多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那天演唱會的時候 我量體重 就是早上要去演唱會之前 量體重是70.6 是這樣子 慢慢地 慢慢地瘦下來 因為我們家基本上 到了過年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最痛苦的時間 因為演唱會辦完了 然後我辦完了之後 隔沒多久 我們是9月份辦演唱會 然後在剛過年的時候 過年我們家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我舅舅 每一個人就是 我們就說爺爺那一輩 一菜嘛 爸爸媽媽一個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小孩 然後你就一家 大概會出到三道菜 然後七個家庭 總共就21道菜 就覺得還很OK 對不對 好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21道菜 出的方式是屬於 輪流出的方式 也就是說從4點 有人回來了之後 就開始出菜 然後出了3道菜出來之後 5點回來又再吃3道菜 然後6點有人回來又出3道菜 我們是一直輪流出 出到晚上的時間 這流水型 我們就是 就是像有一個庭院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不斷地 一直出菜 一直烤肉 然後一直又有上生的菜 然後又有上熟的菜 就是從4點吃到12點 吃到12點 而且都是跟Buffet也是一樣 跟Buffet一樣 而且是新鮮 熱的 輪流煮 而且上個菜你沒吃 他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準備的菜 你們不想吃 你就覺得那三道菜 一定要趕快吃完 因為下一個人要煮了 壓力好大 然後他就每次 那三道菜 你想說煮三道菜 不會只有三道菜 我們一家人的份 吃那三道菜 都是50人份 好可怕 好像每家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家的過年吃東西 是非常可怕 我每一年等到過年的時候 我都會很努力地想辦法自己 就是動起來 對 要運動 2023年新年快樂 我是唐琪 Happy New Year 想知道新年運勢如何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的YouTube頻道 帶你掌握個性做運勢